美国的军事大国 美国,甚至印度等几个航母拥有国,其航母力量也比俄罗斯强大,目前,俄罗斯海军仅拥有一艘不易几十年,只去了一趟叙利亚就类的直接开进了维修厂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有消息称,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最少需要三年多的维修时间,这个维修时间已经够了建造一艘新航母所需要的时间了, 因为该艘航母实在是太陈旧了,换句话说就是除了船体不用换外,其他都得更新维修了,其实,作为一艘服役几十年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就是重新焕发青春列装服役,说真的也没有太大威慑力了, 因此,俄罗斯早在几年前就设计了一艘排水量达十万吨核动力航空母舰,代号风暴,俄罗斯风暴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十万吨,池水十一米,航速三十节,舰员近四千人,可搭载包括苏到五十七隐形战机在内的各种舰载机一摆架, 预计造价将达六十八到一百七十五亿美元之间,该航母甲板上有四条不同长度的跑道,用于各型舰载机加速,采用滑月起飞和弹射起飞等多种起降方式,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母舰,作为大洋移动机场的制海,制空能力,其战力和舰载机数量接近或超过美国,海军当今最先进的福特号超级航空母舰,该航母已正式列入, 俄罗斯2019年到2025年军备计划,预计2030年左右服役,但是由于俄罗斯军费捉金舰轴,正式列入军备计划,并预计明年开工建造的风暴号和动力航空母舰,很可能面临着还没开舰就下马的尴尬局面,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网站6月29日报道称,由于军备支出的问题,俄罗斯海军军费预算2019年将最少缩水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万众期盼的新一代航母项目将就此搁浅, 有消息称,俄罗斯风暴号航母不只是停舰,其建造图纸有可能高价出售给印度等急需建造和动力航母,又苦于没有计数的国家, 而该舟航母的总设计师在闻听次消息后,气得当场辞职回家,并称,如果出售设计图纸消息属实, 往后将不再为俄罗斯设计一艘舰艇,据封军评2018年6月30日。